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妮 美妮到波河山庄了 美妮 美妮到了 波河山庄到了 就到了 到了 多少钱啊 我的车比别人车贵一点 你就给三十块钱就可以了 好 出来了急 咦 没带钱包 嗯 钱包忘蛋 你要不你手机给我 那个微信给我也可以 微信给你 微信给我 你开什么玩笑 我微信用这么多年 我好几千个好友 我微信给你 嗯 怎么可能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微信转给我 把钱微信转给我 微信转给你 嗯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一下 我微信里 不好意思 大哥 我微信里也没有钱 嗯 嗯 钱包又没带 微信又没钱了 那怎么办 你看到这是个机会咯 长这么漂亮 反正我也没结婚 来 文姐 那个 你要不你 你帮你电话给我一下 我电话给你 我这电话才买了 一个月不到 我几千块买的 你二十块钱 你三十块钱车费 你就要我几千块的电话 想都没 对 哎呦 文姐 你搞出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你把电话号码给我 等我下次往你家这边路过的时候 等我再打电话 你再把钱拿给我 谁让你电话呀 那可以 不用了 通了 通了 记下了 可以了 哈哈哈 你记得那个 存下我名字来 我姓公 叫老公就可以 他们都这样叫 老公 对了 对对对 奇怪的 那那那我 谢谢 接下来 要现在打电话要接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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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近老公 敲得真好听 哎 走 接下一个课 喂 哎 文姐 你记得我是谁不 你谁啊你 我是你老公啊 哎不对不对不对 我是那开车的工师傅 哎我今天刚好往你家旁边过 你看你方便把上次那个钱给我吧 我没钱啊我 没钱 那行吧 哎哎 哎哎 你看你啊 那个前两天这个县城清开的一家那个主力餐厅呢 我们去吃怎么样啊 吃饭嘛 哎 好啊 嗯 那我 你等我一下啊 刚好饿了 我拿件衣服我就来了 哎 好好好 那我就把车 就放你家门口 这巷子里 我再等你了 好好好 哎呀 哈哈哈 哎 开门壶 嗯 不错不错 小铃 哎 你干嘛哩 没干嘛 你知道我在干嘛吧 那你在干嘛 我在想你哟 嘿嘿嘿 嘿嘿 哎 我听说隔壁县城开了一个那个问钱咯 我们去泡问钱怎么样啊 泡问钱 啊 我啊 我好啊 那我 我要去找一下友谊 好 我等你哟 哈哈 哎呦 我要去找一下友谊 嘿嘿嘿 嘿嘿 今天怎么认识才会来啊 老板来了 老板 老板来了 那你今天工钱呢 嗯 工钱 刚好就 给了250 250 250 大谁呢 就这些啊 就这些 那我能打电话问你老板 好好好 还不老实 还有6块 还有6块 去 看着你小眼 行了 6块钱就给你 零花钱 6块钱够什么零花钱 这买包烟都不要 现在立群烟都涨了15块钱一包了 还想抽烟 你还不早叫你戒业吗 不许抽了 那个稀饭 早上稀饭才1块钱一包了 6块钱你可以吃一个礼拜呢 Oh no 真的是一事组成千苦了 你三年前真的不应该 你就为了赚到该死的30块钱 现在一个月就6块钱 你说什么呢 回家 做饭去 好 回家 吃什么啊 嗯 不要 太大了 真的 有什么 喝 有什么 我 你 有什么 这